立法會午宴請曉明哥,究竟搞哪科? 曉明大哥出巡啦! 呃...是中聯辦的位置 去邊署,自然不是去立法會同班議員午宴 是呀,是立法會,回歸以來,破天荒第一次 餐飯定了下星期二在這裏舉行,食一小時 除了有曉明之外,還有副主任都會來 曉明大哥一什麼好興致呢? 主席說是他做東請曉明的 連泛民議員都有份,有什麼傾斜? 完全是懸疑性則,是沒有特定議題 議員都清楚知道這些聚會都是懸疑性的聚會 並不是什麼正式的會議 不過,餐飯關不關政改佔中事呢? 我不相信政改的議題可以是一個 這樣的午飯的場合可以認真談得到 那到時會不會有這樣的場面發生呢? 至於說有議員說要向中聯辦的官員 用什麼方式來表達意見,包括遞阿信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明白,也要互相尊重 男神就覺得這餐飯不簡單 可能是西環幫忙試試正改水溫,不排除會杯葛餐飯的 立法會和中聯辦官員見面,這個是包含著巨大的象徵意義 有很重的政治意義,並非好像曾玉璇主席這樣說 舉重若卿這樣說,只是五飯一餐 不過有學者說,由主席出手,被泛民直接向張曉明表達對普選的訴求 駕空梁振英,令政府更加弱勢 也有政界中人認為,阿爺想輕鬆些和泛民改善關係 維持一些政改方案磋商鋪路